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认为有赔了两户 赔了一两百万 所以基本上他在房地产这一块是投资行为 我不用炒房这两个字 就是他在房地产是一种投资行为 而这种投资行为如果各位去概算一下他自备资金 同个时期2010、2011、2012 手上的资金大概是超过5000万 操作的杠杆是超过2亿 那请问一下现在在场的每一位或者看电视每一位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杠杆操作能力 所以这个投资涉及房地产就这么清楚 好 各位听到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是质疑了 韩国瑜他买卖房子的记录来看的话 根本就是把房地产当作一个投资的行为 而不是拿来自助的 因为从在韩国瑜在板桥的房产记录来看的话 他突脱的时候就已经赚了1600万元 这个部分金额其实是相当的可观的 以上在立法院的最新状况 谢谢大家